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平面上有三條直線 其中一條L1是這一條 2x-3y等於0 L2是這一條 s加2y等於7 另外一條我沒有畫出來 他說如果這三條直線可以圍成一個三角形的話 則下列何則可為k的值 我們就把不能圍成三角形的排除掉 其他情況就是可以圍成三角形 不能圍成三角形的話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說這三條直線通過同一點 另外一種情況是說 其中有兩條直線互相平行 我們看第一種情況 三條直線較一點 我們先找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就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我給他代公式好了 x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data data是這個-這個 就是4-3就是7 或是這個-這個 這個-這個就是3-7-21 3乘以7 所以x等於3 那x的話 y應該到什麼 代入這裡 2y等於7-3是4 所以y等於2 好 那就是說 較於這一點 那這一點 他會通過這條直線 因為我們討論說 我們令他三條直線較一點 所以第三條也通過這一點 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x是3 就3k 加yy是2 等於-4 所以k就等於多少 -2 -6除以3 -2 好 這個的話 不能構成三角形 好 那另外的話 如果第三條直線 第三條直線 跟什麼 第三條直線跟 L1 互相平行的話 互相平行包括重疊 重疊的話 也不會構成三角形 好 那這種情況也不會構成三角形 那我們 我們就把k找出來 所以第一條跟第三條平行的話 就2比k 這係數要乘比例的時候 這係數要乘比例的時候 就平行 等於多少等於-3 比上1 k的話 等於多少 3分之2 這個也不能構成三角形 那第三種情況就是說 這一條跟L2 L3跟L1 互相平行 L3跟L2互相平行的話 係數會乘比例 1比k 那會等多少 2比1 所以k就等多少 k就等於1 2分之1 這個也不能構成什麼呢 三角形 只有這三種情況 好 那這三種情況的話 就是說 A不行 A的話 就是k等於三分乎2 A不行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D 這是D D的話等於乎2 這也不行 還有 K的2分之1 就是E E的話也不行 其他都可以 那其他都可以的話 A不行 B可以 B沒有在裡面 B也可以 C也可以 D不行 所以答案的話 是B跟C 答案是BC